寒露 冬冬又落水冬 這個早晚的時候 真的溫差滿大的 對 所以真的開始準備過冬 對 有點熱熱 熱得這樣 吃比較營養的東西 就是這個 鮭魚 高蛋白 優質蛋白 對不 對 來 好 今天就用它來做一個 鮭魚壽司 所以這個我們要先進鍋子 先把它煎熟 好 好 來 先蓋子把它蓋起來 目前先把它煎熟 煎熟的時候 我們把它取出來 再教你其他步驟什麼時候 一般這樣就可以吃了 對啊 香香 炸香炸香 你看看 要放這個東西進來 這什麼 蒜末 蒜末 還要爆香蒜末 這樣煎 一滴油都沒有加進來 這麼多油 然後它補一次紙 黑胡椒這時候 就把它撒進來 趁鍋子還熱熱的 現在把火關掉了 關火了 對 鹽巴的部分 它也一樣 再把它撒進來 你看這個魚過爽 爽的 爽的 炸香炸糖 好 來 倒進來 直接這樣拌喔 直接倒進來 有點調味的感覺 對 你看這個壽司飯是不是有蒜油 香味 有鮭魚的蒜油 對 肉要再拌進來是不是 沒有 沒有 肉一定要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 肉拌進去 這個鮭魚的 它那個肉質感的體積就不夠大 好 太讚了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包熟食了 拌的時候用切飯的方式 然後壓飯在這邊壓 這樣就會紮實 來 黃瓜 第一個 黃瓜 第一個配色 然後一個素材 鮭魚的部分呢 綠色的 然後鮭魚是橘紅色 對 像這個 整片 龜條 一般我們都整片煎 那其實 那如果說我們平常煎肉有多的 就可以拿來包 因為像我們家常常煎一片 也沒有吃完 那可以包 也可以這樣做對不對 對…也可以包 好漂亮 因為像我家有一些什麼魚鬆 對 來 這樣把它轉過去 先做個定型 底部的部分先做定型 底下這邊一定要把它壓住做定型 好 定型好之後像這樣子 再捲起來 然後再這樣像平行的 好 就往前推 往前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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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到這邊再做一個定型 再轉過來 拉 再拉 像這樣子 好 你可以對好之後直接對中間 好 一刀下去 這樣就像這樣子 好 完成 這鮭魚你看 也可以做成壽司 漂亮不漂亮 好 好 對 有 沒有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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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